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大家好,我是Jamie 经过了2020年的pandemic 终于COVID-19的疫苗研发出来 并且可以给人们注射了 作为曾经搞科研的我们 这一期想和大家聊一聊 美国现在available的疫苗的原理 并在美国打COVID-19疫苗的经历和感受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花三秒钟的时间 给我们视频点赞并关注 帮助我们的频道成长壮大 我们也会兢兢业的将我们的视频做好 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理财投资 和美国生活的视频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首先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美国可以注射COVID-19的疫苗 主要包括了三个公司的疫苗 它们分别是Pfizer,孟德纳和强生 如果大家记得还清楚的话呢 Pfizer的疫苗是最先公布出来的 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后的几天 接下来呢,是孟德纳 最后出来的是强生 我们作为曾经搞科研的人呢 在决定打疫苗的时候 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些疫苗的工作原理 和打这些疫苗是否会对人有可能的风险 这里呢,就要介绍一下这三种疫苗的工作原理 特别是我博士的课题呢 和做这些疫苗类似技术比较相比较相关 首先呢,Pfizer和孟德纳都是用了MRA 就是Messenger RNA的技术 就是将COVID-19可以表达的这种Spy protein的Messenger RNA 切除出来 然后将这段Messenger RNA呢 用人工合成的方式把它装到nanoparticle里 而这些包裹COVID-19的MRA的nanoparticle呢 被注射到人的体内 由于这些particle的体积比较小 会被人体的免疫细胞直接内吞进入细胞 同时不会被身体内的环境和白细胞攻击破坏 当这些nanoparticle进入免疫细胞以后呢 他们就会被解体,从而释放出COVID-19的这些MRA 而这些MRA呢,就会刺激人体免疫细胞 产生Spy protein 当Spy protein被免疫细胞释放以后呢 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就识别了这些Spy protein 不是人类自身的蛋白 就会引发我们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对应的抗体 从而保证我们避免COVID-19 对于强生的疫苗呢 它和Pfizer和蒙德纳所运用的技术是不同的 强生运用的是更加传统的Virus-based technology 也就是说强生所运用的运输MRA的这个外面的nanoparticle呢 不是人工合成的 而是运用腺病毒的壳来运输COVID-19的这个MRA 而腺病毒呢是自然界存在的 并且可以侵入人体 因此相比较而言呢 在储存上面不会像Pfizer和蒙德纳那样需要极端的低温 同时只需要打一针 而对于Pfizer和蒙德纳而言 他们运用的MRA的载体是人工合成的载体 因此呢就更容易会产生注射后的不良反应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更倾向于打强生的疫苗 原因呢就是只需要打一针 同时由于是运用腺病毒的载体 对人的不良反应应该是更小 但是当想要在中佛里达Schedule强生的疫苗 发现可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有限 同时在注册打疫苗的期间呢 强生疫苗爆出来一些不利的新闻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用辉瑞的疫苗 接下来就是如何注册并预约疫苗 在佛州CVS Walgreens和Publics都可以进行疫苗的注册 我们选择的是CVS 这里面需要说一下 不是所有的这些场所都可以进行疫苗预约 以我们所在的中佛的里达为例 我们出门口就是Publics 同时很近的地方就有CVS和Walgreens 但是呢这些地点还没有开放疫苗的注册 和注册时间的预约 有可能是刚开始的原因 所以就没有全部都开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地方也会开放疫苗注册 和注册时间的预约 我们选择了离我们家 大概15分钟车程的CVS 进行了疫苗的预约 这个CVS是专门提供辉瑞的疫苗的 第一步就是敲定疫苗注册人的注册的信息 包括姓名 身份 ID 出生年月 还有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如果是外国人 那么就需要提供护照的信息 注册完以后呢 就会进入到一个Prescreening的Questionnaire 然后你在网上填写一些你是否有症状 或者是否接触过COVID-19的病人的信息 然后你是不是对有一些ingredient过敏 当这些问题回答完了以后呢 就会给你发一个Appointment schedule的 Conformation Letter 告诉你什么时间 在哪个CVS的location注射疫苗 对于辉瑞的疫苗呢 是要注射两针 第二针是在第一针注射后的三个星期 在打第一针的那天呢 CVS会给你的手机发一个信息 再次通知你当天的Appointment Time 同时上面会告诉你 当你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通过手机来Check-in 这样CVS就知道你到了 我第一针呢 辉瑞疫苗是在周五下午的3点半 提前15分钟就可以Check-in了 CVS的Check-in地点是在一进门 过去之后就给Check-in人说 我有Appointment的 然后他就会问姓名和生日 来Verify是不是本人 当确认是本人之后 他就会告诉我 如何follow line到打针的地方 我觉得CVS有两个Spot 可以注射辉瑞疫苗 第一针的那一天人不是很多 所以Check-in之后就没有排队 就直接到了打针的地点 然后打针的人员把我叫到 他那里让我坐下 核对我的信息 然后包括姓名 生日 然后问我要打哪个胳膊 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CDC的 Covid-19的疫苗卡片 将我的名字 生日 还有第一针辉瑞疫苗的 Lot Number 都写到这个CDC的卡片上 同时让我在一个电子设备上 签了我的名字 等这些东西都做好了 就是进入到打疫苗了 打疫苗特别快 第一针下去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等打完疫苗之后 要到休息区休息15分钟 到休息区的时候 会有人员过来问你的姓名 然后他就记录你进入休息区的时间 让你找一个凳子坐下来休息10分钟 等到10分钟以后 他会过来Check一下 问你是否有强烈的不舒服的感觉 如果没有 那你就可以回家了 打完第一针以后 当时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到了第二天 就发现注射疫苗的胳膊 非常的酸疼 但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不适症状 接下来就是打第二针 两个星期以后 CVS就会发另外一个信息 让我做一个pre-screening的 Questionnaire 也是关于是否发烧 是否有和COVID-19症状的人接触过 当这个Questionnaire填完以后 就会收到CVS发的 第二针的注射时间和地点 地点还是同一个CVS 我们的第二针 是在第一针注射后的 第三个星期 星期五下午的4点半 注射过程还是和第一次一样 但是这次却发现 打针的人明显增多 需要排队等很久 但是具体的流程还是没有变 进入CVS的Check-in 然后排队 然后进入注射区区域核对信息 然后打针 打针完的第二针之后 还是要在休息区休息10分钟 然后才允许离开 在这第二次的注射完之后 胳膊就有明显的酸痛感 但是休息10分钟之后 酸痛感就明显降低了 但是等到第二天大概10点左右 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反应 首先就是发烧 从注射完第二针后的第一天 大概早上10点就开始低烧 然后明显的感觉身体无力 然后身体就感觉非常的冷 晕头转向 周六从10点开始就一直卧船 不论盖多少被子 还是觉得冷的不成 这样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了周日 才慢慢的缓过来 接下来呢 我们想谈一谈为什么 我们要打COVID-19的疫苗 首先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宝宝 宝宝的岁数还没有到一岁 所以我们商量呢 打完疫苗后呢 JAMI可以产生抗体 然后通过母乳的方式呢 给宝宝尽可能提供一些抗体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在家别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特别想出去玩玩放松放松 打完疫苗以后呢 我们相对会更confident的一些 尤其是在去人多的地方 第三点呢 就是现在家里的老人 和我们住在一起 想想还是给他们打 也打疫苗会更安全 这里呢就要说到外国人 在美打疫苗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只需要你的姓名 年龄 还有护照信息 享受的呢 是和美国人一样的 疫苗注射和服务 好了 这一期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可以喜欢我们的视频 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打完疫苗以后呢 也会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以后也会多传一些 美国生活方面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